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只说实话的频道 在影片的结尾会有简单的总结 喜欢我们的朋友请不要忘记订阅 在过去的短短两个月 已经有23家混凝土企业倒闭 它为什么会倒闭 无非就是房地产不景气 房子卖不出去 开工面积缩小 工地不开工 甚至有些烂尾 需求量降低了 效益不好自然就倒闭了 这种环境 这种倒闭潮 只是刚刚开始 只是房地产密不发丧 所带来的其中一个环节 混凝土企业倒闭了 所涉及到的下游产业 还有很多都会陆陆续续的出现倒闭潮 为什么会出现倒闭潮呢 还是一直转型不成功 前两年一直要或者转型 转来转去发现 没有大的产业 还是在依靠房地产 产业没有拿得出手的产业 引以为豪的高铁 现在遭到了西方欧洲的围堵 制裁 没有订单 据说在青岛的四方机车 以前的员工月收入在一万打底 一万五六两万很正常 现在没有订单 据有位网友的报调 在中车上班一个月就开了 两千多块钱的工资 因为没有订单 甚至放长假 就是这么行事 而且那还是一个国企 可想而知 员工没有收入 什么拿钱去买房子 去消费 是吧 没有人买房子 自然土地就卖不出去 是吧 开发商不拿地 土地卖不出去 那么就要给事业边公务员降工资 降了工资以后 是吧 收入降低 更没有人买房子 这是整个产业链 成恶性的发展 那么最近这些年 怎么房地产就不行了呢 那么最近一直出的 这些调控降低率 降首付降 是吧 一系列的手段 不但没有效果 反而给市场泡了一盘冷水 那么就是说 现在这个房地产 到底还有没有旧了呢 如果不降房价 也不提升收入水平 那么这就是一个死循环 要么你就降房价 是吧 不要什么降低率 降首付 又是乱七八糟的一些政策 收入跟房价不成正比 营商环境上不去 都是空谈 哈喽大家好 我是产客张小一 今天是夜班 我们来聊一聊 我们六月份的出生人数情况 六月份呢 一共是出生的13个孩子 其中呢 有10个孩子是抛肤产出生 三个孩子是树产出生 那这10个抛肤产里面呢 其实 多数都是因为 前次抛肱产史 这次所以手术的 就是出产负比较少 从我们的整体数据来看呢 其实 后来发现 就是生一胎的人特别少 当然了 这也有可能是因为说 我们是小医院 所以就要出产妇 可能更胜住一点 去了大一点的医院啊 但是从我们的数据来看的话 就是说 后来二胎 三胎的比较多 生一胎的比较少 这个月呢 已经是经济尾身了 而我呢 也只管了三个人 月出的时候管了一个 然后呢 前两天又收了两个 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所以说 一个月就这样结束了 而我呢 我就觉得我好像 啥也没干 红红饿饿的一天 一个月就这样结束了 真的是不敢相信 眼前所看到的画面啊 这是宁波刚刚开业 才十几天半个月的 一个大型的商场啊 今天下午 我特地过来逛这个商场 没有想到一进来 就看到了这一幕 这个地方啊 就是宁波正海的湖滨广场了 现在我是在商场的一楼 没有想到啊 这边太冷清了吧 而且今天是7月1号星期六啊 这个广场是6月17号开业的 到今天才15天而已啊 那这个广场里面呢 是长这个样子的 今天呢 终于看到了 在这个广场还没有开业之前啊 我已经来过了 那一次呢 只是在外面看一下 刚刚呢 是商场的一楼 现在呢 我坐自动扶梯 上到了二楼 一上到二楼啊 这个画面比一楼更夸张啊 有大片店铺还没有开 好像只有正对面 这家台球厅开了呢 我在网上也看到 相关的信息了 好像这个开业的当天 也是挺热闹的嘛 那这一排店铺 我们都看到了没有啊 没有一家店铺是开业的 怎么会这个样子啊 本来呢 我还以为这个商场呢 离正海的五月广场很近 那么是不是这两个广场 可以形成一个竞争的关系 是不是原本去逛五月广场的 那些客流 现在会转移到 这个商场里面来呢 但是今天实地探访 这个商场以后呢 看来我之前这个想法啊 已经被彻底的扑面了 走到这个地方啊 还发现了特殊情况 这边的自动扶梯 就是通向三楼的自动扶梯 还封住了 那等于说目前整个湖冰广场 只是一楼刚二楼呢 是正常开放的 这个广场的建筑面积啊 好歹也有五万多平方米几啊 那现在看到这么多店铺都没有开啊 那着实是很感到太可惜了 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是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不好吗 还是这个商场的市场价值不行呢 还是宁波目前的商场 开的实在是太多了 人们选择的余地呢 也多了呢 刚刚呢 无意间走到了这些商铺的后面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好像还在装修嘛 很多店铺里面啊 都放满了这样的装修材料的 那应该是在装修吧 刚刚啊 我在网上还特意查询了一下 原来宁波正海骆驼街道啊 有很多大型的商场 除了湖滨广场跟五月广场以外啊 还有银泰城 还有爱琴海广场 还有海上广场 好的 看完了二楼啊 我已经下来了 感到非常的郁闷 商场的一楼呢 好歹还是开了一些店铺 那前方这两台机器 应该是游戏机呢 我们看到也没有人在这边打游戏 对面这家店铺 是开什么类型的 这边放了很多张沙滩椅子 然后呢很多人坐着 当初我在这个商场外面看的时候啊 我曾经还对这个商场呢 寄予厚望 因为周边有一个食谱大酒店 还有一个旅馆 另外呢 周边的小区也不少 而且呢 都是一些高层建筑的小区 那不知道这些居民 为什么不来逛这个广场呢 最后呢 希望这个广场里面的店铺啊 能够尽快地开起来 不要这样一直控制下去了 像这么冷冷净净的场面啊 肯定不是我们想看到的 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 最近社会上又出现了一个 奇怪的现象就是 但凡我们普通老百姓买得起的东西 都在纷纷涨价 而那些我们买不起的东西呢 却都在纷纷降价 这又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你看像那些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啊 比如说柴米油盐 瓜果蔬菜等等这些生活物资 最近都在纷纷涨价 就连街边小店的快餐猪脚饭 路边摊的炒粉炒饭等等 都是一两块 两三块的往上涨 涨价幅度高达20%左右 而另一方面呢 我们买不起的那些大件商品 比如说房子 车子这些 却在一个劲的往下跌 最近湖北某品牌汽车销售 那价格一开口就是10万8万的往下降啊 这个降价幅度几乎就是腰斩的价格啊 还有就是现在的商品房销售 从去年年底到现在 很多楼盘的价格都是一口气跌回到了五年前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有人就出来说了 现在的这种现象叫做通货紧缩 简称通缩 这要比通货膨胀还可怕得多 这种现象对于当前经济的伤害更为严重 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不然 什么叫做通货膨胀呢 用通俗的话来说 就是物价上涨了 钱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了 而反过来说呢 货物变便宜了 而钱变得更加值钱了 这种情况才是通货紧缩 那么通货紧缩 为什么可怕呢 因为导致通货紧缩的罪魁祸首 就是货物供大于求 进而使得货物变得更便宜了 这对于企业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企业生产的货物卖不出去而且更便宜了 这样企业就很难生存下去了 那么企业的退路 出现供大于求的货物都是一些大宗商品 比如房子和车子等这类产品 这些商品本来就不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是可买可不买的类型 而最近几年的形势 也使得人们对于房子和车子的购买欲望极度下降 所以现在 这些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是属于正常的情况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出现的这种社会现象不是通货紧缩 而究其根本原因呢 就是我们老百姓手里没钱了 没钱的原因 一方面是现在钱越来越难赚了 另一方面是现在还有很多人失业没有工作 还有就是 现在央行的印钞机也是在不停歇地运转啊 单单去年我国就新增投放了28万亿M2 M2作为广义货币供应量 代表流通中的货币总量 M2去年的增速是11.8% 这就相当于你把100块钱存入银行 一年时间就少了11.8 说到这 你就能明白为什么现在的各种生活物资要涨价了吧 因为现在钱越来越不值钱了呗 说实话 现在出现的这种状况真的是非常罕见 现如今的这种局面 只能说明大家都没什么信心了 老百姓不敢冲动消费了 企业也对投资更加谨慎了 很多人对于未来是一脸迷茫 有人想着说 钱存在银行会贬值 那就拿来投资吧 但又不知道到底要买啥才能保值增值 前五这不花存银行吧 每年却又是百分之十几的贬值率 想想都觉得有点亏啊 所以这财富啊 到底要如何才能守得住呢 最后 大家对于现在买得起的东西纷纷在涨价 买不起的东西却都在跌价的这种反常现象 到底有何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发表您的观点 如今 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经济大萧条导致民众生活艰难 失业率居高不下 在这种背景下 诸如躺平 走线润等网络热词 成为人们集体新生的反应 展示出民众对现状的无奈 尽管如此 在官方叙述中 中国的形势依然被描述为大好 值得注意的是 德国之声报道指出 在天津达沃斯论坛上 欧美与会者公开讨论了中国风险的问题 与此同时 欧洲三大经济体德国 法国 意大利的经济部长在柏林一致表示 三国将加强合作 确保欧盟原材料供应 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以应对中美竞争 这一表态 无疑是对中国总理的一个挑战 表明欧洲国家将坚定降依赖 去风险的策略 尽管表述不同 无论是去风险还是脱钩或半脱钩 其实这都是降低与中国的关系密切程度 避免因中国问题而受牵连 中国总理近期对德国和法国的访问 意在修补关系 拉拢欧洲 以防止欧洲与中国脱钩锻炼 中国希望欧洲在经济上继续投资中国 而在政治上不要与美国结盟 然而欧洲三大经济体的表态似乎暗示 中国总理的努力可能已经白费 总之 中国当前正面临严峻的经济和国际环境挑战 在这个关键时刻 中国需要审视自身问题 寻求实际有效的解决方案 只有通过真诚的沟通和务实的合作 中国才有可能重新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 为国家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内容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